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古希腊 你心里最先浮现出来的是什么 我猜是雅典魏城 没错 就是那个以帕台农神庙为核心的魏城 你去雅典的时候 想看帕台农神庙 得爬山 弯弯曲曲 虽然到处是古迹 风景也优美 但是你到了神庙门口啊 差不多也是一头汗 神庙特别选址在了雅典的制高点 你可以看一下文稿里的图片 其实啊 雅典魏城跟古希腊的政治格局是高度相关的 也就是我们开头说的城邦林立 对于中国人来说 总觉得大一统是常态 但这只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思想家们啊 也试着去解释中国长期大一统的道理 远的呢 有金关涛先生提出的超稳定结构 近的呢 有施展老师在枢纽和中国史冈里边的解释 环顾人类文明啊 你会发现 大一统很稀有 分裂 分散倒是常态 在西方文明当中 只有罗马帝国算得上是大一统 但是从奥古斯都建立帝国到西罗马变亡也就五百年的时间 其余的时间里边啊 西方的大格局都是分散甚至分裂的 大一统在中国文明里边是主旋律 但在西方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只是个梦想 记住这个差别很重要 它不仅深刻的反映了中西文明几层逻辑的差别 也成为我们和西方人互相误会的重要原因 西方啊 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分散的 古希腊成帮伶俐 这一讲帮我分三个步骤告诉你 希腊人为什么搞成了这么个政治格局 第一 军事逻辑 第二 国内政治逻辑 第三 国际政治逻辑 先看看军事逻辑 我们就从神庙的选址说起 它就是出于军事考虑 敌人来犯的时候 要保住精神的香火很重要 古希腊的地形啊 很独特 四个字 半岛 丘陵 半岛呢 是说它位于地容海的北岸 三面环海 丘陵呢 是说这个半岛上的主要地貌是丘陵 三面环海的后果啊 我下一讲跟你细聊 这里我们先看丘陵 它意味着啊 有险可守 你去希腊的时候 别只去雅典和圣托里尼 多找几个半岛上的城市看看 你就会发现 原来啊 魏城不只是雅典有 而是每个城邦都有 雅典只是找了一座石头山来修魏城 而其他的城邦啊 找了更大的山来修 比如说克林斯 那你现在知道古希腊人怎么打仗了吧 很简单 如果不能正面迎敌 那就拒险而守 如果敌人快要杀到了 魏城山脚下的民房 农田集市 全都不要了 大家躲到魏城里边 跟敌人耗 趁敌人大意或者疲惫 攻其不备 在古代啊 内线作战比外线作战优势大 躲在城里熬啊 比围在外面耗 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所以基于这种军事逻辑 城邦被破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那么再进一步 即便是外线作战胜利啊 也就是拿下了魏城 里边的这个丘陵啊 冤然让你交通不便 直接统治的成本 会让你高到富不齐 所以啊 战争的胜利者 一般都是在占领地 建立间接统治 也就是扶植肯垒 而不会把他避免版图 版图大了 真管不了 最大的城邦雅典 在最鼎盛的时候 也就15万公民 实在是派不出多少人 去占领别人的城邦 而且你可别忘了 雅典的军队都是公民组成的 他们不是职业军人 那么打完战就要回家 种钱做生意了 让他们去做占领军 他们家里的生活 就没着落了 古希腊历史上 最典型的战后控制案例 就是斯巴达控制雅典 在波罗奔尼萨战争当中 斯巴达率领同盟 击败了雅典的同盟 斯巴达没有产平雅典 也没有驻军控制 就是扶植雅典本地人当傀儡 史称三十建筑 第二 我们来看看国内政治的逻辑 几百个城邦 虽然政治上各自独立 但是他们共享了 同一个希腊文化 有很强的认同感 他们是一家人 尤其在共同抵抗过波斯以后 更是这样 希腊波斯战争这个大事 我们放到后面讲 但是你想 西方文明的源头 为什么不叫雅典 斯巴达 科林斯 米利都 这些单个城邦的名字 而是称为希腊 说明他们是同一个文明 就像中国文明 不会只上述到 旗 卢 宋 靖 这些诸侯国 文化上的共性 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 他们互相毁灭 互相奴役 互相吞并的可能性 城邦之间的战争 就像他们各自神之间的争斗一样 永远不会停歇 但谁也不能彻底消灭谁 这是第一层 还有第二层 其实我刚才已经透露一点了 问题的核心是规模 表面上 雅典公民的规模实在太小 只有15万 又没有职业的军队 实在无法派出大批的占领军 但是还有一个藏得更深的 政治天花板 政治的规模 会抑制政治的复杂性 城邦太小 会导致统治和管理 大规模共同体的制度和策略 根本就出不来 15万公民的规模 可以通过抽签和多数决来运转 那如果是150万人 如果是整个古希腊文明的 1100万人 回想一下民主运行的 三个基本原则 公民平等 抽签或者多数决定 爱国奉献 1100万人如何实现 哪些人有公民资格 怎么决策 散落在整个希腊半岛上的 1100万人 还会像雅典人一样 热爱一个庞大的国家吗 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美国立宪的时候 有280万人 在此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 共和国好是好 但只能小国寡民 美国国父们 想出了联邦制 三权分立 这些现代制度 才算解决了大共和国 得以成立这个千古难题 所以说规模 对制度有刚性的要求 再看看中国 就像施展老师说的 秦国通过山洋变法 实现了对自身 大规模领土和人口的 有效管理 有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他征服的六国 多多少少 都有类似的变法 秦国在战后 也容易接管 这个问题上 中国文明是非常早熟的 但即便如此 秦朝的大一统 不也很脆弱吗 所以大一统对政治制度 和策略的要求 其实是非常高的 第三 我们从国际均衡 也就是希腊城邦 面临的外部形式 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城邦的规模 决定了他们政治制度 和策略上的天花板 那他们在这个天花板下面 你争我夺的时候 也会有意无意地维护它 保证大家都有政治生存空间 因为大家都明白 一个简单的道理 覆巢之下 安有玩卵 大一统了 大家就谁都没得玩了 这是古希腊国际政治的 基本逻辑 它同样不理由大一统 想想我们的春秋战国 一旦出现一个强国 尤其是从春秋的 争霸逻辑 走向战国的灭国逻辑之后 各国都高度警惕 合纵连横就出现了 古希腊城邦之间 当然也有合纵连横 一个大城邦 击败一个小城邦 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旁边的城邦 就会集结起来对付它 因为谁都知道 纯王齿寒的道理 所以啊 合理的结果 就像真实的历史那样 斯巴达各自带领一堆小弟 展开对峙 从冷战到热战 确实打了个天翻地覆 有人啊 专门发明了一个词 来说明雅典同盟的性质 叫做雅典帝国主义 但是需要澄清的是 雅典的帝国 不是罗马那种帝国 它虽然对小弟们 有军事统帅权 也管他们收保护费 那些小弟也是独立的 政治上军事上 并没有被雅典的总督接管 雅典的权利啊 只是盟主的权利 远远达不到罗马皇帝的权利 但是小弟们啊 受不了大哥的管束 很容易也就翻脸了 这也是雅典败给斯巴达 很重要的原因 我会在后面跟你解释 总的说来呢 国际斗争 使得大一统的难度非常高 当然也不是不可能 雅历山大大帝不就做到了吗 他砸碎了 古希腊政治格局的天花板 这里我们先按下步表 下面再说 总之 几百个城邦的国际均衡 让强大的雅典和斯巴达 最多就是当上了盟主 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 基本上也就是在玩 争霸逻辑的游戏 没有进入灭国逻辑的游戏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古希腊的政治格局啊 是小谷广民 几百个城邦并存 人少地小 加上丘陵地形 限制了战争的规模和战争的形态 他们大多建造了卫城 聚显而首 即便城破了呢 直接统治的成本也太高 承受不起 小谷广民呢 还限制了古希腊管理 大规模领土和人口的 制度和策略出不来 国际均衡呢 又对每一个野心勃勃的城邦 构成了巨大的外部限制 他们只玩到了争霸游戏 没有进入灭国的游戏 所以啊 他们没有大一统 城邦领域的格局啊 归根结底在于小谷广民 那问题来了 每个城邦人又少 自己又贫 怎么养活自己啊 下一讲我们就来谈谈 古希腊的生计问题 我可以提前透露一点点给你 他们不仅养活了自己 而且活得很滋润 因为他们主要不是靠农业 而是靠商业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